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想分享一款中式糖水 腰果露 它不单止做法非常简单 味道香甜 而且很有益 可以养颜 保肠 潤肺 和潤肠 过两天就是情人节 学会做这款腰果露 可以准备心爱的人食 如果你想知道腰果露的做法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这些就是所需要的材料 今次是做腰果露 当然不少腰果了 如果你不喜欢吃腰果 可以用其他的兼果去代替 做法大同小异 除了腰果之外 还需要白饭 有些人会用白米 但用白米 就要煮久一点 用白饭 制作腰果露的时间 就会缩短 首先我们用水洗干净腰果 洗腰果的同时 跟大家讲一下腰果的熟性和好处 先 腰果 微甘 性平 可以保身健脾 保脑养血 而且腰果有丰富的油脂 可以润肠通便 它还可以护心 保持骨落 老部 和皮肤的健康 洗完腰果之后 用厨房纸印干它 外面的腰果露 可能会用油炸 但在家里我们就健康些 用气炸锅炸它 用200度 气炸5分钟 之后拿出来 可以搅拌一下它 让它炸得平均些 再用180度 气炸它10至15分钟 等到腰果呈现金黄色就可以了 在锅里面加腰果 白饭 和糖 再加水 如果你想吃腰果露 加多些水 就会比较稀 如果你想吃很稠 身 糊状的话 那你就不要加太多水了 用中火煮滚 之后可以加少少盐 调一调味 搅拌一下 再煮多2-3分钟 就可以关火 然后可以用手提搅拌机 将腰果和白饭 搞到去露 或者糊状 如果你想吃的时候 有少少腰果粒 有些厚感的话 不需要打得太烂 打的时间可以缩短 如果你想它幼滑一点 那你就打久一点 甚至最后可以过篩 这个自制腰果露就完成了 成本又低 又真材实料 还可以自己调教甜度 健康有益 无论热食或者冻食都可以 都是这么好吃 如果新年买了很多坚果 吃不完又不想浪 不妨可以用它们做坚果 如果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 留言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